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人疲惫的时候 我们就会劝他休息多些 当一个人有抑鬱症的时候 应不应该休息多些呢? 抑鬱症的人第一方面 在思想上我们就叫做一个反磋 即是像牛吃了草草 草难消化 他摊了下去之后 接着就回来又再召 又再吞又再召 抑鬱症的人思想上 很多时候有这种现象 我们就叫做rumination 即是不断将负面情绪想来想去 比如说 我就没用了 我这世人都被我搞过了 我就是家人的负累了 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我 那这些思想不断 在路里面转来转去的时候 没有实际行动 令到他不开心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透过实际的手段去解决 休息多些 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就更加差 行动上大家都知道 抑鬱症如果厉害的话 很多时候 就会什么都不想做 比如说 我又不想出街 我又不想见人 我又不想上学 不想上班 即是你不上班 老闆会骂你 骂你 骂完你之后 你又更加觉得自己没用 那你的情绪就更加差 可能他再差一点 他就炒你鱼 这些都增加了你人生的挫败 令到你的抑鬱更加差 为什么一个抑鬱的人 有这样的倾向呢 因为我们本质上 有个天然的倾向就是说 当我们觉得想要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会做那样东西 我觉得心静好 我才去行山 但是如果你随着这种天然倾向下去 抑鬱症就只会越变越差 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今天就介绍给大家这个方法去对付抑鬱症 其实目的就是将这个恶性循环切断 其实就并不复杂的 亦都可以不是怎么花钱 又不用吃药的 那为了令大家更加容易明白 这个对付抑鬱症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位治疗师 Dr. Fox 和他的抑鬱症病人 非洲人先生 就来示范给大家看 究竟这个方法是怎么运作的 欢迎他们 非洲人 你也有了抑鬱症一段时间了 那这一轮怎样 说一下你的情况 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是 没什么进展 日日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 起了心 煮个杯面吃一下 接着又摊在床上 又玩了电话 玩了几个钟 又天黑了 一天 什么都没做过 每天都 哦 爹 你是在床上 都是看片 玩电话 看什么片 你喜欢哪些 我最近听闻 有个频道 叫Dr. X 思学幼稚 很好看 你有没有看过 啊 什么水啊 听都没听过 不过其实我看片 都无心装在的 看就在看 不过都不知道 总是 总是想着 哎 这一世人都没用了 就是 工又无份 打得长 钱又找不到 总是在想起 那些东西 这样啊 这样都不是办法 一直下去 是不是 那 有没有说 你以前喜欢做些什么 兴趣啊 有没有你很喜欢做的东西啊 我以前一向都喜欢砌模型的 我砌那些都很厉害的 很复杂 砌整个月都没砌完的 不过砌完呢 就很有满足感的 以前我也很喜欢带我的狗 飞仔 去公园那里行的 都挺开心的 不过我现在 哎 心情那么差 都没有带他三个月出去录 哦 这样啊 不如我们一起订立些计划 看看可不可以 再做一些这些东西啊 可能你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心情会慢慢好一点呢 不如一起舍下它好吗 接着那个礼拜我们试下做吧 肥仔人 这个礼拜怎么样啊 你有没有带狗出去散步啊 哎 又是 很难的 你看这段 外面又热又焗的 就是很难的啊 出街 都叫做去了一次的 就是带着飞仔 下了街 在这儿走个圈 但是过了五分钟 走过几步 心情又觉得很差 又觉得很累了 那就又回家了 哦 这样啊 那就是说 都叫做做到一天啊 就是十分钟都叫做做到一次啊 那不如下个礼拜都继续放狗吧 一个礼拜一天都行 你呢 都不用每次都说要砌这个perfect grade的渣鼓啊 这些呢 真的很难啊 现在没心机 试下砌一些简单些的 最近我走模型舖 看到有个多拉A梦的模型 好像很简单 又挺漂亮的啊 你会不会考虑一下 哈啰 非洲人 这个礼拜又觉得怎样啊 今个礼拜真的好了些啊 我带了一只狗去新开附近的狗公园那里走 都很多不同的狗啊 还和有几个狗主聊聊天 交流一下养狗的心得 那你做完之后觉得怎样啊 会不会觉得好些啊 那里的环境又挺好啊 尿如花香 走完之后心情都好些啊 真是 那又不错啊 还有你有没有说砌模型啊 你上次说砌模型的啊 是啊是啊 上个礼拜呢 我去买了多拉A梦的简单模型 砌了 很快砌完啊 又多漂亮啊 真的在书桌那里 真的放在这里 真的不错啊 心情是好了些少 不过我书桌 就是垃圾缸 都不知多少个月没有清 全部堆了些东西 一看到又眼怨 心情又真的不一样 说了又说啊 如果你整理好书桌 你放一些模型下去 就更加漂亮了 下个礼拜呢 我们一起订个日子 看看哪一天呢 就清了书桌 把它清干干净净 那就不用眼冤了 就真的这么简单的 有些人觉得 不是吧 就这么简单就做得到 其实真的 这些方法 是有医学证据证明有效的 另一方面看 可能不算做简单的 要试想一下 一个抑鬱症的人 什么都不想做 觉得这个世界很绝望 什么人都不想见的时候 你要他走出这个困难 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其实也不容易的 重点就是要明白到 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设计 也是的 他需要有些事情做 有些事情去实行 他才觉得自己有价值 要有些目标 要有些追求 才会觉得开心 他一步步 实际生活上的事情 或者他兴趣的事情 人际关系上的事情 如果他慢慢做得到多一些 信心大一些 越来越做得多的话 生活就可以立入正轨 抑鬱症就可以控制了 去定立一些目标的时候 就要慢慢来 即是不能够一开始 就定得太高 如果你定得太高 做不到 那么那个挫败感 又会令你更加抑鬱 所以如果一下子做不到这么多 你可以将目标减低一点 比如说一个星期去戴狗散步 天天戴的戴不到 一个星期一次 两次 每次十分钟 至少做得到 当然第一次你做到 你未必会心情会突然变得很好 但是随着你做到的事情 越来越多 慢慢心情就会好转 另一方面 活动也可以很多样化 就着自己的价值观去设定 比如说你想搞好朋友的关系 就说很久没有见人了 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我以前跟哪个老死很熟 我们很聊的 以前聊得很开心的 那可不可以 比如说打个电话给他 或者约他出来 可能见一见面 很短时间的 一下子你未必很有信心 但是可能见一下 可能会开心 如果你做到的话 那可能你慢慢再加下去 那就可以将自己的心情改善 我们这个方法最主要就是 不要顺着你自己的心情 才去做某些事情 无论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就算你不想做也好 叫着自己的计划 就一步一步少少少少这样做到它 最终都应该对你的抑郁症有帮助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不容易 那如果你有家人的支持 那最好 那有些人可能需要看 临床心理学家 精神科医生 提供一些支持 就算你觉得 我没办法去请个治疗师 去看医生 那起码你自己 都帮自己 就定一些具体的目标去做 应该怎么也有这些帮助 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那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点赞留言 订阅 请不吝点赞留言 下次再见